这次进入血潭修炼的年轻人,除了硝烟以外,其他人可都早就离开了 大哥 我体内的火毒还必须仰仗他出手化解 若今天之内他还没有动静,我就进入血潭之底,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唉,眼下这情形也只能如此了 怎么回事 这小子,不会真要突破到宗了吧 若真是如此的话 他将是第一位在血潭之内成功突破的人 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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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了 就凭魂殿的砸碎 能把老师怎么样 放心吧 小家伙 小岩再次发誓 并会尽快踏破魂殿 救出老师 你就是当年那道灵魂之力 走 快走 没想到 连本尊一道灵魂波斗都接不住的人 居然能再次来到这里 美杜莎女王 她 她还在萧炎身边 她竟已突破那一线之鹤了 还好她及时出手 美杜莎女王 我听过这个名字 不过凤雀阁下 不要管我魂殿之事 否则大祸临头时 可是晚了 她的命 是我的 在我收取之前 谁都不能动 好 死 不用担心 有没毒杀在 老师 拜托你一件事 想要我出手 保护你那位老师 你若能做到 我这条命 交给你也无妨 难 这人实力太强 我也不爱她的对手 要我刘强的过程 复古之屈 老夫今日 定要将你抹杀 仨杰毕全 若是要护你 便无法翻身去护你老师 那 那你与老师联手呢 你老师已受伤了 和我联手也难与此人抗衡 若是被此人抓住破绽 再次出手齐命 那便无人能抵挡他了 你不用管我 快去帮老师 他快支撑不住了 行吧 就照一说 多谢了 这份情 小言紧急 本王和你可没什么情 不过是为了复魂丹罢了 滚远点 别让我们分心 这两人实力都是不弱 看来 只能不能 能用那招了 可惜呀 斗宗强者的灵魂 可不是那么好找的 好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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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不好了 还有一把我动中强者的灵魂 快阻止它 三国万象 还致葬礼 什么事啊 我会跑啊 我会跑 所有人散开原地 不要乱动 怎么事啊 这可是有什么 这次人引爆云山灵魂 不会就造个黑幕吧 只怕没那么简单 这片黑暗中 酝酿着一股极为可怕的能量 好强的灵魂波动 老师 云山灵魂爆炸的能量 都在他的控制下 老师和彩离他们 伤了怎么了 好可怕的灵魂魂魏 低波动 得到心 noise 借助是 有臣 不如我说过 仅仅好像只会 Taj existence 不辣 快点就带你 小家伙 我是 没时间了 这缕古灵冷火的本源 我留给你 如若我遭遇不幸 它在你额头上的火力 就会自动消失 日后若是遇见我的老友封尊者 将我的戒指给他看 他会帮你 放心 魂帝神要炼化我的灵魂 也没那么容易 日后我们或许还有机会再相见 但你 在没有实力之前不要乱来 想要救我与你父亲 你更不能有死的好意外 这下可没人救得了你了 你是为师最骄傲的学生 老师 我对你 一直很满意 老师不能继续陪在你身旁了 日后 你就不要依靠自己了 哈哈哈哈 你也不是那个需要老师 一直跟在身边的小男孩儿了 哈哈哈哈 拿下了 小妍 小妍 小子 你也来陪你老师吧 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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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大妍 快走 小妍 时间不够了 小妍 小妍 放入柱子 小妍 美毒蛇 小子 今日便算你好运 想要你师父 就来魂殿 我还无法等着你 今日 便先到此为止吧 老师 你要是在被抓 那就没人能救他了 老师 想救他 就努力变强大 他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 不要让他失望 而且 你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萧家小阳在加玛帝国振兴 还得依靠你 云蓝走 老师 老师 现在怎么办 消炎他 他的两位置气 我直接会间接地回于云蓝族 这仇恨 根本就没有调和的可能了 你 你还想怎样 我想怎样 云蓝宗为我父亲在前 为我孤家在后 如今更是害我老师被魂殿抓走 你还为我想怎样 老师这些年所做之事 的确对你伤害很大 可云蓝宗也已成了这般样子 难道 就不能收手了吗 只要云蓝宗还存在于加玛帝国 我就不会收手 血债 只有用血才能洗刷 如今云蓝宗被毁大霸 老师生死 长老弟子实不存疑 难道还不够偿还血债吗 不够偿 不管如何 我都是云蓝宗的宗主 你若执意要毁灭这个宗人 那就先将我祭拜 云蕴 凭你现在的实力 真应该很容易 小妍 小妍 你伤势太重了 要出手的话 让我们来吧 我自己来 老师 让我来吧 小妍 对这三年发生的事 我也很遗憾 你们是云蓝宗弟子 你若要毁掉云蓝宗 别先去拜托 小妍 依我的恩怨 你三年前就结束了 小妍 鸣钩剑魂蝶 对我肖家出手 我够起 害我老师备杖 这些血仇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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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 你 相爷 不要伤厌人 太爷爷 云兰宗的防御已尽数拔除 只要一声令下 别急 看硝烟的意思吧 把云兰宗的所有人 你真要赶尽杀绝方才满意吗 那我萧家的血丑 谁来还 如果真要毁掉云兰宗 那就从我的尸体上挂过去吧 你死了 就能让我萧家人复活 你死了 就能让我夫妻和老师都回来 回来 回来 我并非是拿我的命 求你饶过云兰宗 我知道 如今的我并没有这种资格 但身为云兰宗的宗主 若云兰宗真的被杀得鸡犬不留 那我也无言活于世事 事后 只能自吻一血正为做事 少爷 雲兰宗守恶云山一除 他与魂殿的勾结 恐怕其他门人并不知晓 一个月之内 解散云滥走 否则鸡犬不留